苏先生,这一千万是您的枕金,还请收下 不必了,我是奉施命而来,并不求财 施少卿还有这般淡泊名利的人,真是少卿 您就别客气了,陈家成禄式语音,如今已是欲称第一家族 要是让外人知道我们看病不付钱,岂不被人笑话 父亲为何突然在一个外人面前提起旧事 苏先生,我想和您单独聊聊,可否一部书房 好 请进 少爷在上,请受老奴一拜 这次您救了我全家,老奴无疑为报 陈叔,您这是干什么 老奴这些年才欲成苦心经营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您效力 少爷,您终于回来了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我还活着 您失踪之后,我就收到无为大师的传信 安排我打理一笔十亿的信托基金 从那时我便知道,少爷终有一天会回来的 这些年过去,这笔钱已经增值了三倍 如今,老奴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 我此次回来,是为了给父母报仇 眼下不宜暴露身份,这笔钱还是暂且由你打理 是,老奴已帮您开辟了专门的提款账户 您需要用钱直接从里面支去就行 对了,我今天来时看到周家派人在路口拦截前来诊治的医生 这事你知道吗 他们与我们在商场上是竞争关系 自然是水火不容 少爷您觉得,这次的事他们也有参与 这可现在还不能下定论,需要进一步调查 少爷,林华酒店是我陈家产业 您最近就暂住那里吧,我也放心 好,就按你说的吧 爸爸,妈,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像我陆家,当年也算是明媚妄作 对陆家下手的那些家伙 现在应该都已经身去高位了吧 嗯,得去明流聚集的场合转转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不过,要先换一身行头 欢迎下次光临 先生您好 请问您想买什么类型的车 那辆就不错 哗,这车真不错 那是啊,大哥的眼光,能差吗 周少说了,车可是门面 必须买个独一无二的,就像这个吧 这是新大的限量款跑车 全玉成就这一辆,售价八百万 嘎,来了个不长眼的 不用慌,一看就是个土鱼,肯定买不起 就它了,换手去吧 好嘞 我去,什么情况 请您先到贵宾室稍等,我马上去给您安排 慢 这辆车,小爷我看上了 识相的就赶紧滚蛋 你要是好好说,没准我还能让给你 但你这么嚣张,这车我还要定了 好好好,故意找茬是吧 今天不教训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老子在玉成就白混了 你们几个,给我上 敢惹我们大哥 臭小子,你玩了